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加强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建设的指导意见 其中提到要对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进行统筹布局规划 坚决防止因为学校布局不合理导致学生上学困难甚至辍学 改善办学条件加强通往这两类学校的道路建设 完善交通管理和安全设施 确保学生上下学的安全